如果从侧面来看 这是一部车头很马自达 车尾很奥迪的轿车 但是它出自中国品牌 这是长安的UNIW 没有别的意思 我一直觉得设计的思路其实是共通的 如果你想要让一部车子 变得更加的好看和动感的话 你就必须要在线条比例细节上去大动心思 实际上根据厂家的一些信息公布出来 这台车子不仅是动了脑筋 而且还把很多很抽象的设计上的概念 给它量化出来了 就比如说我们一直都说 短前旋长轴距的车是比较好看的 但是多短才好看呢 他们给了一个数据 这台车子的前旋是905毫米 其实是比较短的 然后轴长比 就是轴距和长度的一个比例达到了0.59 就0.59这个数字几乎是一个比较确定的概念 就是基本上达到这样一个数字的车型 都算是比较好看的 像比如之前的捷豹的XFL 还有像马萨拉迪的Ghibli这种车型 他们基本上都是在0.6左右 那这台车子0.59 所以你去从侧面来看的话 它的整体比例还是不错的 这个车子的车身长度4680毫米 然后它的轴距是2750毫米 那这个数据几乎是和思域领核03引爆是一致的 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锦凑级车型的一个数据 但是很多人把它和新锐去对比 那新锐它的轴距是2800 那我是觉得这个是不同厂商的一个策略 那它可能更多是有一种降维打击的方式 但是我依旧说数据数字它是一个比较真实的存在 但是我们更应该去用自己真实的感官去看 它的造型好不好看 然后去亲自的做到头牌 第二排去感受它的空间 到底是不是真真切切的宽敞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好 它相当于是占了整个车身的几乎是一半了 那我们平时看像什么超跑啊 像911这种车型 它轮子都非常非常大 然后车身甚至要占去了将近三分之二的一个高度啊 往往这种车型就会比较好看 那这台车子依旧也是这样子 那它的轮胎用的是一个马牌的MC6 抓地力还不错 规格是23545R18啊 实际来看的话 其实是比较高的这么一个规格了 但是呢 我们知道如果说你的这个轮胎比较大 那你还要保证一些轿车的通过性和舒适性的话 那其实你的悬架形成就必须要流出来 如果流不出来的话 就会牺牲掉这种舒适性啊 那这台车子其实是有一些保留的 但所以你从顺便来看的话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被架高的这种感觉和痕迹啊 那怎么办呢 其实厂家的这个工程师也说了 在这个车子 它的架构是方舟架构 在这个架构之下 整体的车身的重心都会有所下降 比如说它的车身的整体质心 就是整个质量的中心下降了30毫米 然后包括你前排的座椅的位置 还有说发动机曲轴的一个重心都下降了 基本上都是在30到39毫米之间啊 所以降低了 不管是从视觉效果也好 还是说实际的操控性来说 都能够带来一个很好的这种弥补 那说完这些呢 这台车子还有一些其他造型上的亮点 比如说第一点啊 前脸是一个无边界的这种感觉 和之前的Unity是一样的啊 那这个也是长安uni家族的一个家族性的特征了 那还算是比较好看的啊 第二个就是隐藏式的门把手 那这个其实在燃油车上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了 然后第三个就是 这台车子是一个鲜辈的车型 而且它是真的鲜辈 它不是像A7L那种假的鲜辈 那这个就确实是很好看了 第四点 它有个尾翼 那这个尾翼是一个电动的尾翼 它可以根据你的时速自动升降 同时呢你也可以去手动的开启 所以这个氛围感真的是非常非常十足和到位的 那说到氛围感的话 这台车子除了这个普通的版本 那实拍是一个普通版本 还有一个包围套件的版本 就新增加了一些黄色苗边啊 还有说前产后产这种的包围套件 所以在氛围感上真的是拉满 拉满再拉满 所以这样的一个车子你喜欢吗 既然你们说这台车子车身长路短 那就先来看看空间到底怎么样 我做到第二拍之后呢 实际上我的个子一米八 腿部空间是我觉得是刚刚够的吧 也不能说太充裕 但是呢有个问题 它头部空间是相对来说比较局促的 那这个可能是人机工程学的问题啊 因为坐姿或者说坐垫的整体高度是偏高的 这样一来其实不会有太多低趴的感觉 那这种现象在前一排 在主驾驶位置也会存在啊 虽然说前排的这种方向盘的这个角度也是比较低的 但是头部仍然是有一点点局促啊 那这个可能是这台车子的一个大的问题 那除此之外呢 配置上一个USB的接口 然后独立的空调出风口 包括说扶手等等等等这些啊 配置基本上是10万块钱的一个水准了 做到前排呢 说几点自己的感受啊 首先第一个 设计思路上这台车子的层次感是非常有的 你看前面三块屏幕在同一个水平维度 然后再加上中部屏幕在这儿 方向盘在这儿 就是前后的这种错落感是有的 然后再加上这种配色 你看橘黄色的配色 这种缝线 包括说它的安全带也是一个橘黄色的 就是这种氛围感绝对是拉满了 第二点就是人机工程学上 你看它的这个方向盘上下全都是一个平底的状态啊 那上边是一个平底 就不会影响到你去观看仪表盘的一个视野 同时呢 它的盘幅也并不会太大 就非常小小 有点像赛车的那种方向盘啊 那再加上说刚刚说到的这三块屏幕 其实各自区域都在显示他们各自的信息 如果是在赛道模式之下 还能显示什么剂值啊 然后涡轮的压力等等等等 反正这个还是回归到氛围感 真的是你想要的一些表面的东西 它全都给你了 那第三点就是在配置上 真的是非常非常丰盛的 比如说它前面有一个摄像头 这台车子是兼具人脸识别的 然后呢 它在中国屏幕当中 也是非常丰富啊 像以前的这种人机交互 就不再和大家去赘述了 真的是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现在呢 你还可以通过这块屏幕去看视频玩游戏 我觉得这种功能 应该是更加符合年轻人的一个喜好了 那在动力上的配置呢 这台车子目前匹配的是1.5T的发动机 然后是配合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那133千瓦 几乎是和之前的Unity 有一个差不多的一个表现水平吧 那因为方舟架构呢 它能兼容很多的动力总成平台 所以说后续这台车子会有2.0T 再加上PHEV版本的车型 动力的选择性也是比较丰富的 所以总结来看 这台车子就像是做了一个满汉全息 就是你要什么东西它全都有 你再能车身的各个细节 全都能够发现一些端倪 包括说你打开发动机舱 它甚至还有个顶巴 就真的氛围感 真的这么的绝对拉满了 但是呢 满汉全息好看是好看 但并不一定好吃 那这个还要结合它的动态啊 还有说它的价格去综合分析了 但是呢 这一次我们只是静态的拍摄 动态 车没有办法实际的开起来啊 但是呢 在价格方面 我们可以大胆去预测一下 比如说根据它的竞争对手 像引爆极力的新锐这种车型 然后再加上之前Unity的一些定价的策略啊 那我们可以猜测 它的起跳价 应该也就是10万块钱左右 那加上它的2代0T车型最高 应该也不会超过15万 就是在10万到15万区间的这样一个水平了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那反正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这家车子的详细的信息 基本上也就这样 那剩下的交给你们了 谢谢大家